中的时候当歌唱比赛播出之后 下课就会有很多同学趴在那个窗口那边看我 就浑身会不自在 那又因为我出唱片之后 公司希望我能够头发长一点 就像刚刚那样算长了 因为我们的发迹是耳下 对 然后就会有一次领便当的时候 然后就走在两个学妹的后面 然后他们就在前面看 直到我在后面 就很大声想说 有什么了不起啊 当歌星很了不起吗 为什么可以留头发留那么长 他很漂亮吗 唱歌很厉害吗 然后我本来是这样走 变成这样 就是很想挖个地洞钻进去 你现在都知道了 那就是羡慕嫉妒恨 但是小时候不知道 对 小时候就会觉得 小时候是孤单寂寞冷 对 真的 我觉得被霸凌 其实是很可怕的事情 Sandy 有人知道 你爸爸是吴宗宪的反应也是这样 你爸爸吴宗宪 好笑 为什么是吴宗宪 因为那个年代 大家对于谐心这个角色 是无法理解的 你爸上礼拜穿网袜 就这种 我就一天到晚在穿网袜 怎么了 你反应很好 对 但他在节目上的呈现 对小孩子来说 为什么你爸爸要戴假发 为什么他是长头发 为什么他要化妆 那十岁九岁 那个年代不懂 然后你这样越讲 你就会越威 越说越害怕 想说算了算了都不要看到 好可怜 淑妹姐姐 她只要被认出来 她就开始歪脸 吐舌头 假装我不是孙淑妹 真的假的 因为太小 不懂得怎么反应 没当过明星 然后之前又有一些 不愉快的经验 就被认出来 会被莫名其妙被骂 自己也不懂为什么 然后所以会 那个年代阴影 又没有网路 怎么骂 现场骂吧 对 现场 有一次我跟同学 就是坐火车去玩 然后回程的时候 因为是假日 就是人山人海 然后站到没有位子站 然后好像是 不知道哪一个学校的女同学 就眼睛很利就看到我这样 然后就开始骂说我丑啊 然后凭什么啊 超大声的 是有点像叫嚣的那种程度 然后我的同学 就是把我围起来这样 那我也不敢 我感觉到好棒 你有很好的同学 对 就是很 当下很尴尬 蛮痛的那个 对 人很多 再下一次 有人遇到认出我来 那时候是在逛一个 百货公司 然后我就吓到 因为我姐跟我弟都在 我就看我姐 看我弟 我弟也看我 我姐也看我 然后我就 我不是孙孙孙孙孙 真的 我发誓是真的 我真的做过这种事情 太不想认了 对 太害怕 对 然后那个观众就有点 吓掉 然后我就这样划开 跟我姐跟我弟就 听到 一点 acking 箍 temps 都